所有人觀眾都做好囉 至少有 我看現場應該有100個觀眾 3點的時候就工作人員跑過來 不好意思 因為主持人 我就不講主持人的 本來應該早上的班機要到了 delay了 所以他現在在趕來的路上 7點的時候 叮電梯門打開了 哇 可以錄了 主持人就這樣過來 後來就奇怪怎麼一直不進棚 你知道嗎 然後就從那個側台 搬出來一台電視 他開始打電話 他就這樣 那個 英格蘭幫我下100萬 就等他看完了一場世界盃足球 蛤 他到了現場不先工作 他是先看球賽 你有沒有什麼印象讓你特別深刻的 一些比較前輩的行進 對對對 有比較嚇一跳 因為我剛出道的時候還是個菜鳥 對 你跟崇哥一樣耶 對 因為不被我 代表說我講話 就是我還有承接到那個電視圈 早期的電視的生態 要罵就罵啊 甚至會打人的團隊 那偉松哥吧 你們都很幸福了 講的是偉松哥吧 沒有沒有 還有罵啊 但是我是那個環境下長大 好不容易剛剛出道沒多久 可以去上人生第一個 週末的綜藝節目 以前老三台週末的綜藝節目 那個是黃金 黃金時段 然後晚上都會看 然後你能去表演一次是很感動 很難得的 你早上十點來試畫 然後畫完大概 他們十二點會放飯之後 一點就開錄 所有觀眾都做好囉 好多至少 我看現場應該有100個觀眾 一點 兩點 三點的時候就工作人員跑過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個這個 那個因為主持人 我就不想 主持人的 本來應該早上的班機要到了 Delay了 所以他現在在趕來的路上 好好好 4點 5點 6點 7點的時候 叮電梯門打開了 哇可以錄了 主持人就這樣過來 然後整個團隊浩浩蕩蕩進來啊 後來就奇怪 怎麼一直不進棚 你知道嗎 然後就從那個側台 搬出來一台電視 很大一台電視 放著 然後跟三張椅子 啪啪啪 然後就看到那個主持人 就這樣坐下去 旁邊再坐兩個人 然後開始打電話 他就這樣 那個 英格蘭幫我下了100萬 然後就掛掉 就等他看完了一場 世界盃足球 蛤 他到了現場 不先工作 他是先看球賽 7點半開梯嘛 他就看了7點 看了一場 看到幾點 就看完啊 看完是7點 9點多 但你10點 早上10點就到了 早上10點 所以他一天只錄一集 對啊 差不多啊 應該是在南港嘛對不對 要被套出來 線索不要太明顯 不在 不在 你還要不要混 那個人還在這裡吧 他還在嘛 他還在 他還在嘛 沒有 那你小心一點 在樓上的棚 樓上的棚 就是那天錄的還是很開心 我們整個人還是在他身上 學到非常多的經驗 謝謝 跟以至於我長大 吸收了非常多的養分 還是要謝謝這位 人家可以如此 他一定有他的本事 他現在還有節目嗎 沒有了嗎 滴滴你 換你啊 他是不是都要騎重機玩瘋帆是不是 沒有啦 不是不是 你說的那個大哥是會睡一下的 是兩個字還是三個字的 兩個字吧 他說的應該是三個字的吧 你們不問趙哥的 問我的幹嘛 對啊 他都不在了 你們不問 我的還在耶 後來的電視生態就已經比較準時了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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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